台湾大选全球关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参加东京电视的节目录制当中 他首次提到了民进党赖清德 当选台湾总统之后的结果 那他一表示呢 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 拥有紧密经济关系 还有人员往来交流的极为重要伙伴 那关于台湾面对的各种问题 他希望可以透过对话和平的解决 他说这是日本的方针 之后也不会改变